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FMAT 繼續有封城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英Sir 英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 英Sir,最近跟你做節目 聊得多,我想想心理又有點不平衡 越想越生氣 為甚麼見到別人賺錢 今年市場升得那麼厲害,贏到開行 我炒來炒去,只有雞稅那麼多 所以我現在心思都這樣做 不行了,我要出去跟他們一起跟他們試駁 你說怎算好呢? 其實眼紅別人想跟風 是一個主要的投資幣病 回報高低,各有前因 正所謂中瓜得瓜 沒理由你中了瓜之後 真的得過瓜的時候又不高興 反過來,動搖自己原本的信念 中瓜得瓜我明白 不過炒股票跟中瓜得瓜有甚麼事 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就是大家入市之前 應該要訂立一個投資目標 其實很多人的投資目標 都是想補本增值 很保守地收下息 然後升下就算很開心 對他們來說 其實應該是買領展 即中電、廣燈那些 一定有適收 還有你隨時升賣值 但無緣無故在過程中 你見到旁邊那個人 買了騰訊 抽到爆肌 那就搞到心理不平衡 那你中瓜就當然得過瓜 那你怎可以怨中出來的 不是豆才行 我明白了 即是關於投資目標 即是說如果大家想要有個 穩定的回報 或者收入息 就應該選下資產型的公司 但到期時不要怨了 為何沒有那些知識型的股票 升得那麼厲害 大家要留意 其實知識型的股票 風險比較高些 有機會博錯 還有他們的股息方面 亦都相對較低 沒錯 其實中瓜得瓜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你說他想轉行 去騰訊的話 都不會想著這麼簡單 一定要入市之前 說服自己信騰訊的故事 如果你沒有信念 免願一定不會幸福 因為你入市之後 只會覺得價值太高 於是賺少少 是想走去 跌一點點 是騰訊的 不過談何容易 不要騰 只要信 真是很難做到的 尤其股價跌一跌 很容易大家都會敷課 嚇走了 很少人像你這樣 即是可以保持自己的信念 究竟我何時才可以學到你一半 慢慢來 我給你多個例子 早前我有空 可以檢查一下 過去五年 有甚麼基金跑贏我們這麼厲害 打算偷試 誰知道 其實有很多 原來是巴西、阿根廷那些基金 結果真的得了體字 因為如果要建立拉丁美洲 這個投資信仰 實在要有很多時間 應該不是那麼值得 不過記住 條條大路通路 沒甚麼所謂 看你的表現都證明了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無忘初心 不要眼紅別人 千萬不要不自量力 亂跟別人亂炒 例如看一隻吉利汽車 就是了 今年都有問過英Sir 但英Sir就是不信汽車股 所以就算看到它升到白板的聲 都不會跟 是的 其實普通人很容易動搖 要改變這個習慣 就一定要記住自己的投資目標 以及根據這個投資目標 去設定自己的組合 就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投資目標當然是高 所以就比較多知識的股票 但一般觀眾來說 就可以根據我們上個禮拜所介紹 股票可以跟風險分成四個類型 然後再配合起來 是自己的組合 當然記得 又可以和大家重溫一下 如果根據那些安全系統排名 最高風險就是普通知識型股票 跟著下去就是高槓桿的資產型股票 比較安全一點的 就要數一些帝國型的知識型股票 而最安全就是低槓桿的資產型股票 英Sir今集教大家 要認清楚投資的目標 去調整大家的心理質素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動搖到信念和信心 今集就是2017年的最後一集 2018年就快來到 在這裡預祝英Sir HAPPY NEW YEAR 下年的股兆繼續長升長有 大家投資就繼續得心練手 謝謝大家這樣說 HAPPY NEW YEAR 好 2018年再見 拜拜